子宫内膜意味症手术后怀孕几率 王小红 妇产科 妇主任医师 子宫内膜意味症呢 这个病呢主要就是说 子宫的内膜呢 它生长在了宫腔以外的地方 那么可能会生长在鸡臂间 或者是基层 甚至生长在腹腔 生长在暖巢等各个部位都可以有生长 如果长在暖巢呢 我们一般有一个常用名的 就是巧克力囊肿 那么生长在基层和鸡臂间 以及生长在胶膜下的呢 有些病人呢就会引起肌腺症 甚至肌腺症呢 这个病人呢每个月呢 来月经的时候呢 都会引起比较明显的痛筋 而且是进行性的加重的 子宫异味症的对病人的影响呢 一个就是会引起很明显的痛筋 二一个呢就会导致不孕 往往在这个病严重的情况下 可能需要手术治疗 那么手术以后呢 这个病呢 我们一般建议它 最好是尽早怀孕 因为有的时候术后会复发 所以一般建议在半年左右呢 准备怀孕就可以怀孕了 一般来说怀孕呢 它主要是因为受孕几率低 如果怀孕以后呢 在正规的医院的指导下 一般呢都能够达到逐月怀孕 那么在怀孕的以后呢 就一定要告诉你做产科检查的医院 咱们做过子宫腺肌症的手术 因为有的时候 做过腺肌症手术的这个部位呢 可能有的时候比较薄弱 那么在就到后期的时候 如果这个地方 你怀的孩子比较大 子宫长得比较大的话 就是害怕有破裂的风险 所以一定要告诉我 你做产科检查的医院就可以 怀孕的几率呢 应该说也不是很大 怀孕几率应该开始在 30%到40%左右吧 专家提示 一 子宫内膜生长在宫腔以外 如肌壁腱或基层 甚至腹腔 卵巢等部位 二 生长在卵巢 是巧克力囊种 生长在基层和肌壁间 会引起肌腺症 三 子宫内膜异胃症 会引起明显的痛经 还会导致不孕 四 手术治疗后建议尽早怀孕 因为术后会复发 建议在半年左右 可以准备怀孕